我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比萨鞋塔能处在那几百年不倒 难道是设计师故意将塔楼设计成鞋着的吗 其实它的倾斜是因为工程耽搁 早在173年塔楼的建造就开始了 原本它的设计是垂直的 但五年后塔楼建到第三层时却发生了倾斜 之后因为战争的原因 塔楼的建造停滞了一个世纪 直到1272年才开始继续施工 为了修正倾斜的塔楼 工程师刻意朝反方向增加用料 以此来修正塔楼 然而这一操作并没能阻止塔楼的倾斜 在修建到第七层后被叫停 就这样搁置了几百年 直到1838年 为了找出塔楼倾斜的根源 工程师围绕塔基挖了一条通道 由于支撑塔楼的沙土被挖走 塔身再一次倾斜 于是工程再次被叫停 到了1935年 工程师朝基底灌注沙江 以此来加固塔基 由于沙江灌注不均匀 塔身又又又一次倾斜 工程师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直到1992年才想出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工程师先是在一侧放置600吨签订来平衡塔身 但堆放的签订严重影响塔楼美观 设计师只好再次修改方案 决定朝塔楼的一侧挖走38立方米的土壤 最终才得一时塔楼保持着稳定的状态 工程师也终于在拯救比萨斜塔难题中大获全胜